这是巴哈1000拉力赛场上的尴尬名场面 你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觉得疼吗 肯定有很多网友开始要问了 这巴哈1000赛车为什么没有前挡风玻璃呢 巴哈1000作为世界上最严苛 最热血和最冒险的越野拉力赛之一 它的赛事规则也非常简单粗暴 拉力赛车在设计上几乎不受限制 只要确认车辆的安全性没有问题 是允许任何类型的车型参加比赛的 所以极致轻量化 强大的发动机 坚固的车身 以及强大的通过性成为了主要目的 当拉力赛车在高速行驶时 前面车辆扬起的尘土泥巴沙时 会把尾随的车辆造成视线模糊不清 如果安装有前挡风玻璃的话 严重时前方的视野会几乎完全受阻 而且一旦发生事故 没有挡风玻璃的拉力赛车 可以保证救援人员快速救援 车手也可以迅速撤离事故 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发生 另外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头盔本身 就有可替代挡风玻璃的作用 它们所带的也就是撕膜头盔 头盔的玻璃 采用了可以承载多层透明条的方式 赛车手在需要的时候 可以把一层薄薄的透明塑料薄膜撕下来 这也是赛车手 用来去除挡住视线泥巴的 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 所以千万别小瞧 这个不起眼的撕膜头盔 对于赛车手来说 那是相当的重要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觉得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可以解决拉力赛车 事业受阻的问题呢